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寶 今天会和大家做两个伸展动作 核心肌群大家听得很多 我会用这两个肌肉是属于核心中的核心 分别是后面的团带肌和前面的下腰肌 首先我们先介绍团带肌 团带肌来说 单一块肌肉里面来说 是身体里面最大块肌肉 可以逐一切分为 上半部分是向下身 下半部分是向外展 我们一起试试如何伸展 两个伸展动作都是这样的 有三个步骤 每个步骤做三个深呼吸 我们首先做右边的伸展 对脚拍起来 接着我们将右脚 转向左边 用左手稳定住脚肘 这个很重要的 做的时候千万不要进来不动 否则效果差很远 右手推向右边伸展 向身口那边就可以了 三个深呼吸 预备吸气 呼吸气 第二个深呼吸 呼呼 第三个 呼呼 第二个步骤 我们会把右脚屈曲 顶着我们左边的脚持 跟着我们的左手 抱着我们的膝蓋 开始感觉到腹部的感觉 右手又抱着 这个动作会进一步加强伸展效果 三个深呼吸吸气 呼气 第二个深呼吸气 呼呼 第三个深呼吸 呼呼 下一个步骤会完全将我们的动作加强伸展开去 再打 右手跨到后面 变在左边的大腿 人向右边望 吸气 呼气 呼呼 第二个深呼吸 呼呼 第三个深呼吸 呼呼 放松 这个就是我的团大肌的伸展 第二个动作叫做强腰肌 下腰肌是我们身体的这个部分 由下腰肌和腰肌所组成 下腰肌就在我们前面 连接着 而腰肌会经过我们的骨盆 连着我们的腰椎 所以对我们的腰肌来说 都是非常大影响的 所以要有空伸展多一点 做左边的时候 右脚踏前一大步 有两个重要的安全 前面的膝盖 不要前过脚指尖 后面的膝盖 不要协力静下方 我们都是做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做三个深呼吸 第一个阶段 将我们的手指向天 将我们的脚指向天 将我们的脚指向天 将它尽量拉直去 留意个Hit王 不要执向B王 要推向前的 三个深呼吸吸气 呼呼 一拉上天 这里会有好感觉很强烈的 第二个深呼吸吸气 呼呼 第三个深呼吸 呼呼 第二个阶段 进一步将我们的脚指向天伸展开 膝盖 推向前 将这里打开 预备吸气 呼呼 第二个深呼吸 呼呼 第三个深呼吸 呼呼 最后阶段 加上后关的元素 将我们整条抗腰肌完全伸展开 吸气 呼呼 第二个深呼吸 呼呼 第三个深呼吸 呼呼 放松 呼呼 两个动作很有效地伸展我们的两组肌肉 希望大家有时间就试一下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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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